我想陈时中部长甩锅指责在野党政治干预商业 还把快筛供应不够的责任推到在野党的身上 本席只能说让人觉得厚颜无耻 去年BNT的疫苗是谁以政治在干预商业干预防疫 相信陈时中部长心里面非常清楚自己的作为 医疗器材管理法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 申请医疗器材的厂商应核准登记 地址变更的时候也要变更登记 其分社处所应个别办理登记 高登环球自迁移地址而没有办理登记嫌疑违法 而且同条的第五项规定应加入同业工会 一个高登环球未依法加入新北市医疗器材商业同业工会 实务上根本不能参与投标 为什么卫福部还腰标呢 难道违法的高登环球有通天的本领吗 另外政府采购需要看减负相关的时机 小吃店华丽转生的高登环球去年的营业额是多少 主要的业务是什么 陈时中部长说取得紧急授权的厂商都有资格 但据了解也不是每一家都受邀来投标 卫福部如何选择有腰标的各要求供应多少剂 我想紧急授权申请需要载明数量 请问高端环球申请了多少的数量 为什么要供应1700万剂呢 那卫福部何时来跟高端环球联系 是谁负责联系的呢 我想这里面疑云重重 国内紧急要快筛 世纪而又有期限 这么小的一个公司 如果他做得成 他可以赚大钱 如果做不成 那也早已人去楼空 他也赔不起啊 他的资本额只有200万 那也只是苦了白白在等待 快筛世纪的老百姓而已 我想卫福部有必要清楚的说明 来排除利益分赃 炒作股票的疑虑 政策错误在前 又没有好好把关 揪出问题 仿佛成了罪人 陈时中部长假如继续用这种心态防疫的话 苦的是人民 我们希望陈时中部长 好好防疫 谢谢 在这边告诉大家 汪汪水神维酸性电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 温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须要长期抗战 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 入雅婷的推荐代码CTI999 就能享有折扣优惠